台北火车站前致命的老字号 卢林补习班被教育局突击检查 原因就出在没有按照规定立案 九层楼高的卢林补习班 竟然是用了三种不同名字登记立案 甚至还用公司行号来登记 因为如此一来 不仅是可以避税 而且还可以逃避 补习班最严格的消防案件 红榜单不满墙面 开业十多年老字号的卢林补习班 教育局无预警前往稽查 补习班员工很低调 教育局的人来这一栋 对啊 他们是问什么过来 他们去查立案的事情 不知道没不知道为什么过来 因为是招出了他们处理的 他这个公司行号 在经营补习班这样格不可以 那当然就不可以了 补习班重要的登记立案手续 竟然出问题 卢林补习班有九层楼高 招牌是用卢林 却用三种不同名称登记 其中两层楼还是用公司行号立案 说穿了就是为了要逃避税务问题 但对上千名报名学生来说 更严重的是 用公司名义营业 就会逃避掉严格的公安消防检查 消防检管的标准 当然会跟你是补习班的用途 会不一样 补习班是比较严格吗 应该是 补习班负面消息不断 现在连学生上课的生命安全 也令人捏把冷汗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